生物存活不需要氧气 古老地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世界 你敢相信吗 如果地球40亿年前的生物复活了 它们会立即选择死亡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氧气对它们来说 简直就是杀人于无形的毒药 不要太震惊 毕竟40亿年前的地球 空气中全是二氧化碳 氮气 甲烷 硫化氢 水蒸气 以及少量的氢气 没错 唯独缺少了现如今 生物生存必备的氧气 当时的空气难不难闻 暂且不说 光是二氧化碳的含量 就足以让现在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窒息 造成这种毒气的原因也很简单 40亿年前的地球 火山爆发就和吃饭睡觉一样的稀松平常 一想不开就往地球上装的行星也比比皆是 那地球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能让空气中几乎为零的氧气 突破到现如今的21%呢 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大氧化事件 大约在26亿年前 大气中的油里氧含量突然就增加了 这直接导致了原本约为0.02%的含氧量 直接飙升到了2%到4%之间 虽然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 还不及现如今含氧量的十分之一 但这是地球持续了6亿余年的结果 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提升 直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随着含氧量的增加 当时的艳氧生物基本上是没有了存活的可能 不尽天则逝者生存 幸存的艳氧生物只能强迫自己习惯氧气 利用氧气 要不然人类的出现或许还要再往后推推 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 地球曾经出现过两次大氧化事件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它造成了人类的诞生吗 地球曾是紫色的 但是氧气的出现几乎杀死了一切 在35到24亿年前 地球是一个被古细菌占领的无氧世界 海洋 河川 参图 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地方 都是艳丽又绝望的紫色 而蓝细菌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通过光合作用给自己提供能量的同时 它还会释放出氧气 但在这个时候 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发生了 逐渐减少的火山爆发 使得涅含量开始下降 产甲丸菌就要死掉 这也直接导致空气中的甲丸减少 地球再也不是一个温室 紫色谷细菌的生命由此就走到了尽头 在长达三亿年的修轮冰漆里 白色的冰层覆盖住了所有的生命 液氧生物几乎全部灭绝 地球自诞生以来 一共经历了两次大氧化事件 第一次发生在26亿年前后 让氧气直接无中生有 而第二次发生在 距今5.8亿到5.2亿年前后 这个时候大气中的含氧量 才增加到如今含氧量的60%以上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 为什么两次大氧化事件 会间隔近20亿年的时间呢 这也是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朱茂岩研究员领导的中英合作团队 一直在探索的科学谜题 早在2019年 该研究团队就首次系统的论证了 海洋溶解有机碳库 是持之远古骤海洋彻底氧化的关键原因 随后该团队在自然地球科学上 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大约5.7亿年前 地球上的主要大陆并合成一个 钢瓦大超级大陆和位于超大陆内部的 中央早山带 剧烈的地质活动将地表的大量硫酸盐 拨式带入了海洋 而这些硫酸盐通过还原均代谢作用 大规模地消耗了海水中的溶解有机碳 最终导致海洋中的有机碳库的减少 和海洋的迅速氧化 两次大氧化事件都在推进地球的生物发展 但如果到了第三次 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人类是好还是坏呢 46亿年来 地球经历了两次大氧化事件 假如氧气再次暴增会怎么样 不难想象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物 将会发生最氧反应 对于人类来说 一旦海氧量暴增 就会出现疲倦无力嗜睡 这也就是所谓的C元反应 这对身患疾病的人群十分不友好 因为在氧浓度过高的环境中 它会加速新陈代谢率 皮肤松弛老年般 这些都会提前到来 氧气的暴增还会导致生物体型增大 如果放任不管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看到 比巨虫时代还要大的昆虫 再加上昆虫对环境的适应速度 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极道的困扰 科幻电影里面的拦路怪物 或许就是氧气暴增的产物 这样的话人类的出行 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再加上氧气还是助燃气体 如果在雷雨天气中 氧气的浓度达到峰值 就会点燃闪电引发爆炸 山火频发一切皆可燃 不过事情也要往好的方面想想 抚养状态下的饲养动物 不仅会体型增大 生长的速度也会变快 和大象一样种的猪 和霸王龙一样大的鸡 或许这些不再是梦中的场景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上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